今天要介绍的就是这一行哈巴的游戏 首先呢就介绍一下两个工具先 比较小的小朋友呢可以尝试用大剪刀 用两只手或者单手 而另一个呢就是木鉗 如果想加深难度呢就可以 拿胶圈去训练小朋友的手部肌肉 越多的胶圈呢就会要求小朋友更加大力去夹 首先可以拿起木块做塔的底部 然后拿起不同的圆柱体去砌出最高的塔 一些躺下的圆柱体呢就可以叫小朋友 去将它们首先去令到它们直立 而第二个玩法呢就是 两位私朋友呢用不同的工具 去一层一层的把塔拆除 就会让它们直立 它们是冲甲了 而第三个玩法呢就是一位玩家用刀 一位玩家呢就用键 合力砌出一個塔 如果誰不能砌 或者令塔倒塌 就是輸 最後一個玩法 就是要求小朋友去利用他們的記憶力 首先家長可以砌好一個塔 給小朋友幾分鐘去記住顏色 或者木板的擺放位置 之後就可以蓋上 叫小朋友去依靠他們的記憶力 去砌一個塔出來 然後就可以確定小朋友是否砌出一模一樣的塔 再次回家 習慣了 聊到